好年仅19岁 但是这几年来他真的是行骗天下 他不只是假冒电台总监还未造学历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他曾经 连这个前总统陈水扁都上了他的当 这个行骗事迹真的有如台版的神鬼交锋 三年前因为涉嫌诈骗前总统陈水扁 黄奇出面道歉 当时他假冒资深塔罗牌师 这次又冒充顶星集团小开 年仅19岁的黄奇 其实他的诈骗记录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 2006年他才14岁 就假冒电台总经理室的人员 打电话到饭店定房 谎称要举办跨年活动 2007年1月自称电台总监 到艺人徐伟伦灵堂调宴 又打电话到报社要艺人李维电话 同年4月黄奇假冒电台DJ 到网络同志聊天室散播圆交讯息 后来五月又未造学历 应征杂志社执行副总 16岁那年他声称算塔罗牌算了10年 陈水扁因此上当 17岁在假冒立委身份 篡改身份证 小小年纪却行骗江湖 宛如电影神鬼交锋的真实版 曾经上节目大秀塔罗牌记 这次又重出江湖 盗刷美国运通银行600多万元 黄奇工程师在网络上 找到魏弘凡身份 就成功盗用 办卡成功 这次检方以5万元让他交报 让人不禁怀疑黄奇真的学到教训了吗 还是连检察官都被他的演技给蒙在鼓里 今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